第二代高压引起的特大暴雨袭击了郑州 让这个有着3600多年建成时的古都 在极端时间内变成了一片泽国 如此大量的洪水怎么排出郑州市呢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猪 郑州西南部是受到侵蚀而形成的低山丘陵 逐渐向东北过度黄土倾斜平原和黄淮冲击平原 因此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西南部最高海拔258米 东北部最低海拔82.5米 所以看到这 你认为郑州的洪水会排到哪里呢 向东北排到近代咫尺的黄河 离黄河这么近 再加上郑州这样的地势流入黄河才正常吗 错了 就是因为有黄河 这些洪水却要舍尽求远 要向东南奔腾500公里流向淮河 是的 你没听错 郑州城区居然属于淮河流域 这是为什么呢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长河 干流全长5464公里 流经郑州段的黄河长约150公里 黄河之所以称为黄河 是因突经黄土高原时带走大量的泥沙 是黄河成为世界上寒沙量最高的河流 在1933年的时候 最大年输沙量达到39.1亿吨 三明峡站曾多年平均输沙量约为16亿吨 其中大约有12亿吨泥沙会进入大海 而剩下的大约4亿吨泥沙 会在黄河下游的河道里沉积 日积约雷是黄河下游成了一条寄上河 河床平均比两岸地面高3至5米 有些地区甚至要高10米 成为地上悬河 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有约1600次泛滥威胁 大概到夺达26次 为了防御洪水 各长带都会修建更高的堤坝 失望低处流嘛 这就是使得现今 郑州城区的地表洪水和地下水 都没有办法汇入黄河干流 西边和南边是山地丘陵 北边是高高在上的黄河 正当的洪水也就只能往地势更低的东南方向流了 郑州市区有8条主要泄洪海涝河道 最北边的河流是索需河 全长23公里 由于面积557.9平方公里 是行阳市和郑州西北部 主要的西洪牌楼河道之一 索需河距离黄河河道 最近的地方仅有一公里多 建国后索需河上 先后修建了丁殿 楚楼 河王等中小型水库 十余座 发展农田灌溉三万余目 下面的这条河是甲鲁河 据考证啊 甲鲁河的前身就是楚汉乡中式的鸿沟 该河得名于元朝治理黄河的名称甲鲁 甲鲁河全长276公里 其中郑州境内河长137公里 是河南境内处黄河外最长的河流 流域面积2750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净流量2.99亿立方米 是郑州市区主要的牌楼河道 甲鲁河在周口市流入沙影河 并最终流入淮河 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 7月20日甲鲁河上入的长庄水库 出现13处管涌 幸好得到及时有效控制 旁边的是另一个水库 尖岗水库 尖岗水库从17日80至21日60 最大电量更是达到884毫米 是这次河南降雨最多的地方 索性也有惊无险 这条河是东风渠 全长26.2公里 起点位于汇集区港里村 向南经过索西河和甲鲁河 东南方向流入甲鲁河 东风渠是一条人工河 于1958年开建的隐皇灌溉工程 后因黄河水中的泥沙过多 造成水渠不畅 加持搭水漫灌 导致刺生严减地严重 于1960年停灌 废出索西河以北的渠道 使东风渠成为郑州市区 主要的排空渠 这条是金水河 河道全长26.31公里 呈东北流向横贯市区 在郑州中央商务区附近 犹如东风渠 市区段河道底宽20至30米 是郑州市主城区主要的排水河道 7月20日出现重大安全隐患的 国家嘴水库 久位于金水河上游 索性了最终该水库 未绝口溃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条是小友河 因明代一个叫熊耳的人 剑桥耳的名 熊耳本名叫熊耳 和动画片《熊大熊耳》中的 那个熊耳重名 因为谐音被称为熊耳河 和金水河一样 是郑州市城市 王洪骨干河道之一 与金水河一南一北点缀 调剂着郑州人的生活 这条是七里河 全长63.8公里 由于面积741平方公里 是郑州市南郊 和新郑市北部的一条 泄洪排涝河道 这条是十八里河 发源于新郑境内 全长29.4公里 流域面积61平方公里 在龙海铁路以北 与七里河交汇 和七里河一起承担了 郑州西南郊的泄洪排涝任务 这条是潮河 也发源于新郑市 自西南流向东北 会入东风渠 河道全长36.3公里 另外在郑州西部 还有一条河 南水北调引水渠 南水北调和其他河道 并不交汇 但是在必要紧急时刻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会上下联合调动 也能起到泄洪排涝的作用 除此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河道 也承担了郑州泄洪排涝的任务 郑州的这些河道 都有一个共同点 最终全部都汇围住了甲鲁河 可想要知 甲鲁河的泄洪压力有多大了 只有流出郑州市范围后 才有极少部分洪水 被分流到淮河的另一条支流 锅河 下一步 郑州的巨量洪水 可能会对淮河的防洪造成压力 希望淮河下游 做好后续洪水 应对准备 也希望郑州能早日渡过难关 为郑州加油 为河南加油